说完了何润东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剧里的另外一个人物 于浩铭 看过《那年花开月》正元的观众朋友一定知道 这次于浩铭在戏中呢 饰演了一个大反派杜明李 这次在电视剧《那年花开月》正元中 于浩铭饰演了一个会唱京剧 喜欢养花赏鸟的杜明李 用一句话来说 就是这个角色做了不少坏事 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反派 跟我之前饰演的一些角色 的确完全是一个挺天差地别的一个感觉 对 我相信观众可能看到之后 应该他会有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这种感觉吧 看过预告片的观众都知道 这次杜明李作为幕后黑手玩了不少阴招 于浩铭也是在聚集开播前夕 通过微博找搞天下 看杜明李玩阴的 可能这个以后走上街可能都会有点危险 都可能要戴个面具 或者是这个要做好的什么保护措施啊什么的 随着剧情的推进 吴家和沈家将遭受史无前例的巨大变故 而这一切的推手都是杜明李 如今在回望这个角色 于浩铭不得不感叹 这个角色太能够洞察人心了 他是很懂人性的这样的角色 然后我觉得他可能的确当个心理医生啊什么之类的 其实如果说他的这个角色不是充当那样的一个位置的话 他去可以就做个心理医生啊 或者是这种心理学的这种导师啊 我觉得是OK的 还是心理学家 我觉得在现在就是个犯罪分子的 剧热在线上海西方报道